一定要 荷官山上发生 查状女游客下车 苦中作乐还在路上滑冰 跌倒了也开心没多久 人没事就好 撞到后面 乡情车这一桩轿车后座乘客 赶紧被其他人扶下车 本来还在滑冰的女游客 顿时也傻眼 再晚一步滑开 可能连人也被撞到 只是一件车祸马上变两件 银色轿车这下不止车头凹 后车厢被乡情车追撞 也猫了一大块 12号游客开车 经过荷欢山水晶宫路段 因为路面结冰 和前车发生擦撞 双方没有把车移到路边 直接在路中谈和解 结果购方乡情车 在下坡的时候也打滑 先撞开了整排三角追 最后撞上了银色轿车才停下 12号荷欢山的气温 几乎都在零度以下 台14甲线水晶宫路段 山壁路面都结冰 就连四轮传动的乡情车 已经加挂雪恋 还是打滑上眼碰碰车情节 通往当事人会将车子 尽速死离到安全地点 而在现场反和解 有人在反游乐 在易照式的环境之下 相当的危险 游客边处理车祸一边滑冰 结果一连体会到 两次车祸惊吓 TVC的陈嘉贵南投报导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